词言闸 词词公司 作词制作女朋友 作词 作曲 爱他 趁现在 喝了酒 什么都不怕 说啊 你心里有什么话 就一次说清楚 别跟我装傻 到底我是你的谁 千百种想法 等你一句话 到底我是你的谁 不要不说话 你会想我吗 爱我吗 你和我和他 关系多复杂 好想安静一下 好想听听你说心里话 你在等我吗 等我说实话 不要一直跟我说他 别再跟我装傻 好想安静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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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三 五四四 两二四 space 位 位 等你 来 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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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赶你时间 你怎么在这 这车 这孩子怎么了 高兴才不来 妈 隔一向手心用 只是比较不手势而已 手机也不通 真是 高峰 不是说好了十点半吗 我们都快急死了 准不准是不是重点 重点是继父的标案查得如何 不是吗 高峰说得对 那公司有内奸的事 你查得怎么样了 公司没有内奸 上次你不是说 上次是我误判 那为什么最近几次招标 对方总是以些微差价得标 要不是因为公司事先有人泄露了底标 那怎么可能会变成 继父 十二个小时之后 你给我我要了三百万 我就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 高峰 大家都是一家人 你不要开口闭口都是钱嘛 合理 这个价格合理 哥 那就万事拜托了 你知道 这个案子 我们下礼拜一定要标到手 我输过了 十二个小时 对了 维姐 待会儿有没有空 陪我一块打个球啊 好啊 哥 我真的很佩服你 你答应你答应把十二个钟头之后给答案 现在却有空来找我打球啊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嘛 你的意思是 你早就已经把事情处理好了吗 哥 公司里面真的没有内奸吗 你要不要 伟杰 什么时候升总经理啊 爸说 今天就宣布 恭喜啊 人生跟打球一样 就是一场赌注 怎么样 我们中地来赌一把 如果这球我进了 你就付我三百万 如果我没进 我就付你三百万 赌那么大啊 爸 好啊 来啊 我再救��고啊 你还要赌啊 那我掉了吗 其实我才有问的 那怎么可以 我这些什么东西一定是 我的嘴巴 你还可以 你就拿三百萬支票 哥 去你的朋友嗎 是耶 趙經理 真巧 沒想到在這裡遇到你 對 聽說你之前要升總經理 那我是不應該改口就要升趙總 您好您是 趙總 您真是貴人多忘事耶 去年你們公司尾牙我有參與 今夜營造我信賴 大家都叫我Larry 哦 真的很不好意思 可能那天我沒有注意到吧 哦 沒關係 您是貴人嘛 我剛好有個生意想要找趙總 你談談 不知道有沒有扣一起吃個午飯 哦 好啊 順便幫你介紹一下 這是我哥 他是全台灣數一數二的危機處理專家 哦 您好 您好 不知道有沒有扣一起吃個午飯 趙大哥 不好意思 我姓高不姓趙 我有事 你們忙吧 趙總 那我們這邊請了 請 請 張領導 求求你 無必要收留我們兩個流離身所 孤苦無疑的女孩子 給我們一個繼續 生活下去的機會和勇氣好不好 我們 是 是 求求張姐 求求咱倆的命吧 天哪 這世界上 怎麼還有這麼慘的人呢 媽 你們剛才說 你們是從哪兒來的 月南 到底是哪兒 是月南 孫昭定呢 由於出生在山山老林裡面 從小他們那裡的醫療就不發達 把腦子燒壞了 所以現在有一點好 但是呢 這眼恢復的還不是很健康 可憐的孩子 可是孫昭定 你說 你從小要養一家八口人 可是看起來 你吃得還不錯 我 哎呀 張姐 你有所不知啊 她肌腹 愛都不說 有一次喝醉酒 差點就 所以 她才故意把自己吃胖 背的就是不讓她肌腹對她 真的 真是親手不如的傢伙 那你呢 丁 丁什麼 丁小腾 你從小 被人家搬起當童養席之外 還差點被婆家人推入火坑 還有 還有曾經一車禍失明 好料靠自己的雙手掙錢 才有能力動手術 衝獲晃明 太偉大了 除了這些之外 你還有什麼更慘的事兒嗎 沒有了 我要是不錄取你們 我還算是個人嗎 她 快可可 會不會很曉咬 ív Went 哎從小他 傻瓜 ANT wyn 我逆你快點啦 我可能要等下 委婚 什麼 哎 Olivia 我是小的 你是大了 Bou ỉ上了 A lungs 你还真厉害 把那个张姐说得一愣一愣呢 而且还一直流点泪呢 那当然了 我丁晓彤什么都不会 就是会说话 快一点啊 都有人了 那就要看谁运气好了 拜托拜托 千万不要让他那个门先开 你骗子给我出来 出来啊你 你骗子出来 下次就别让我再遇见你 这个工厂宿舍不错嘛 挺坑厂的 对啊 哎 怎么没电视啊 奇怪了 张姐不是说过有人在吗 人呢 你们是 哦 我们是您的新市有间同事 谢谢姐姐吧 好 原来是你们啊 真不好意思 我刚才去了趟厕所 被一个很没有礼貌的死八婆 担了点时间 哎 小童小童 你在干嘛 快给她打招呼呀 好 泽燕姐 你好 原来你就是那个死八婆啊 啊 怎么然你都看得出来啊 我说你这个人以为还是大人信 你是大人不济 不不不 美人不济小人过 别跟咱们借脚了 秀秀姐啊 是不是所有的伤害女儿子 都像你这么美呀 那个不一定哦 我说你们两个 别以为说了几句好听话 就没什么事了啊 怎么你们刚才 好了好了 看你们是新来的 我也不跟你们借脚了 太丢了 怎么了 换点失火了 失火 失火 咱在哪里失火啊 不知道啊 刚刚那个铃声啊 每天中午都会响的 只是告诉我们 休息的时间结束了 赶上工了 小唐 没想到 你也肯定闪了一天哪 闭嘴 既然大家扯平了 我也没什么 跟你们好计较的 那我们就交个朋友吧 我叫秀秀 不是秀秀姐 可千万不要把我叫老了 请问这位聪明伶俐的女骗子是 丁晓彤 送到地 好 你们跟我来吧 我把宿舍还有工床的情况给你们介绍一下 接下来等赵经理做完这一季的营运简报之后 我们就要举行总经理的布达典礼 现在我们请业务部的赵伟杰赵经理上来做这一季的业务简报 这一季的营运是去年同季的一点五倍 根据分析 发现公司业务部在经过适度裁员之后 显现亮丽的成长 请换下一张 换下一张 换下一张 你们谁在狗鬼 换下一张 你确定还要换下一张吗 还是我来说明一下好了 这些照片是今天下午两点左右拍的 赵总经理那时候正在泄露公司 下个礼拜不要让你们离家 你胡说 爸 妈 你们不要听他胡说八道 他只是妒忌我要升任总经理而已 他根本就没有证据 来 他叫Larry 上个礼拜加入我的公司 变成我的伙伴 而且 他是我的高中同学 高峰你太卑鄙了 高峰你太卑鄙了 高峰你不是说公司的事情 不是有内阶吗 我如果不这么说的话 他哪来胆子进行今天的交易 是 幸福 如果你要报警的话 我这里还有录影带 跟录影带可以提供 高峰 爸 还不股丢人哪 啊 好弟 我之前不是告诉过你 愿赌要服输啊 对了吗 你要给我的三百万支票 直接给韦杰就可以了 应该在球场上 不提出了 好 喝个咖啡吧 高峰 我知道你一直都不喜欢他们 可是你继父一直都对你很好啊 不是他们对我不好吗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对韦杰呢 这要看他做了什么事啊 他是错了 他是错得离谱 可是你可以私底下告诉我们 你没有必要当着大家的面 给他难堪呢 现在董事会 每一个人都有意见 说不定连你继父的董事长位置都不保 那是你们造价家务事关我什么事啊 我只做我该做的 抓住内奸 当初要我帮忙的是你 现在内奸抓到你又要怪我 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啊 我只希望你把他们当作是你自己的家人 很抱歉 我办不到 我已经仁至义尽了 这是我case里唯一一个没有charge费用的 我做的真的很够了 钱钱钱 你的眼里就只有钱吗 张忍有不对吗 你以为钱可以买到一切吗 难道不可以吗 当然不行 至少感情是买不到的 你当初不就为了钱 把感情卖给肌肤 你会说吗 你会说吗 我有说说吗 我当初不是你离开 爸就跟姬父结婚 爸就不为了上海 他如果没去上海 也就不会死 我也就不会到孤儿院 所以感情 是可以买得到的 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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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为了曹伟杰是不是内奸的事 我几乎没有睡觉 我想休息了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拿来体力摆给同事为那些人 请问是我们家宝贝高峰吗 怎么了 怎么还没睡 我哪睡得着啊 烦都快烦死 是谁要惹我们家宝贝啊 这个烂剧组他们又要延了啦 也不知道拍到七几年才拍得完 都不知道这个剧组怎么会炉成这样 好 挺你 可是你还是要帮人家拍完啊 要不然 这次我可不再让步啊 我一个人在上海快无聊死了 你知不知道 反正我的档期早就到了 要上面敢再搞到我不爽的话 我就甩爬子早然 你乖一点 乖乖把戏拍完 大不了以后不要跟这个剧组合作就好了嘛 还说是挺我的 你根本假的嘛 你相信我 我是为你好 为我好的话 就不要一直劝我一直劝我一直劝我 我是来给你诉苦你一直劝我 我当然知道啊 那你什么时候来上海看我啊 秀秀 是不是要出门啊 对啊 今儿个休假想去逛国街 真好啊 那可以让我跟赵迪跟你一起去吗 当然好啊 其实我也好期待有个室友 自己一个人住啊 无聊死了 好高的楼啊 行完吗 嗯 可是 应该很贵吧 什么应该是肯定 好了好了 这种地方不是我们这种女工 可以随随边边进去的 走啦 好好看啦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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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们自己迪雷耶 关我什么事啊 我没有办法 抱歉 乾杯 乾杯 Steven 对了 你递的是你妈顶得住吗 这不是我该care的问题 我只做我该做的事 结果最后到底有没有报警 怎么可能啊 韦杰是他们爱了结晶 他们哪舍得 不过董事会有要求他不能继续上班了 否则我继续董事长的位置也会不保 那天那个有趣的交易 Thanks No problem 对了 李逢那一档拍被玩的戏 最近拍得怎么样 一个小时前他打给我 是不是做帮忙的飞机回来 嗯 我被绑架了 快救我 你被绑架了 快救我 你被绑架了 这咖啡也喝了 厕所也上了 你到底考虑得怎么样 今天只要你点头答应把这档戏拍完 我们马上走人 我们马上走人 你太卑鄙了 迪雷的是你们 党旗也是你们自己订的 现在还想要用这种手段 逼我拍完 不要激动嘛 李大牌 不过 如果今天你不点头的话 我们的约会 可妈是很难告一段落了 那就大家拗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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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原来躲在洗手间里发短信求救 你是个演员 你知道这剧本差几个字 意义就完全不同吗 你现在知道剧组为什么会延练的吗 就是因为你太喜欢擅自改剧本 这手机也没什么用了 你说刚才那件衣服真的不好看了 好看是好看的 这件衣服太多了 肚子呀肚子人 居然是一个海线手机 我们刚才在电信局看到的 这么稀奇啊 居然从天上掉下来一只手机啊 我觉得 我知道 还会有什么之前都要带来 我们刚刚说买不起手机 居然老天爷送我们一个手机 真的假的 那我们要一百万 你呀 小偷胡说八道的 你还当真啊 这里面有电动游戏 MP3 还可以拍照啊 好多高科技啊 你别光顾着玩了 这个手机要怎么处理才好啊 想想办法 Run Jack 接吧 搞不好是主人打来的呢 喂 喂 现在怎么样 还好吗 大意思先说 我不是你要找那个人 那你是谁 你怎么会接电话 我 我 我是谁并不重要了 总之我是捡到这个手机的 捡到的 怎么会这样 反正 这个手机从天上掉下来 正好找到我朋友的头 从天空掉下来 请问一下你现在人在哪里 我们在哪里 唐朝大酒店 我们在唐朝大酒店 我知道了 小姐你听好 我朋友就住在唐朝大酒店 我刚刚收到他的短信 他说他被绑架 绑架 没错 你刚刚说手机从天空掉下来 所以我猜他应该被绑在他住的房间里 要不然手机不会从天空掉下来 可是 他在哪个房间啊 我不知道 所以 我需要你的帮忙 我 我怎么帮你啊 经理在我赶到之前 帮我找到他 我又不知道他是谁 我怎么帮你找他啊 你们认识的 他是个艺人 叫做李慧 李慧 喂 大明星你会吗 没错 不管你是谁 都拜托你了 我现在赶在上海 在这途中 我会随时跟你保持联络 你现在在哪里啊 我在台湾 台湾 台湾 由于现在所有的状况不明显 所以我们暂时不宜达到天神 更何况里会是医人 所以请你们保密 连饭店的人都不能说 免得到时候消息一曝光载兔八狂 一会就会有危险 所以我认为假扮成晶铁工 是目前最好的办法 麻烦你们在每个房间看看 只要我能够开机 我就会打电话给你 拜托了 好 这么多房间怎么找啊 我们在街边捡到的手机 去找靠街边的房间吧 聪明啊 那好 我找那边 我找这边 那我呢 等我一下 我现在人已经到台湾的中正机场 你呢 我们已经换好清洁工的衣服 开始在找了 谢谢你 真的谢谢 不客气 只是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 我相信一定可以的 目前有几个房间感觉有问题吗 还没发现 不过我们会尽力的 你放心 如果你真的帮我让他平安无事 我一定会想尽办法答谢你 等一下在飞机上 就不能讲那话了 我去拜托 是吗 眼蓬中啊 好的 谢谢 谢谢 请问你有那里需要服务的吗 有 当然有了 请进 谢谢 请问小姐做这个工作多长时间了 我今天第一天上班 第一天上班 哎 太幸运了 哎 那你肯定没有经验了 带上来的行不行啊 这种事情简单啊 虽然说我上班是第一次 但是我以前经常和家里人一起做的 啊 常和家里人一起做 太前卫了吧 嗨 那有什么办法呢 这种事情我妈又不喜欢做 那我只好带你他 和我爸一起做咯 啊 和你爸爸 对啊 要是我爸没空的话 那我也只好找我哥一起做咯 还和你哥哥 对啊 要是他们都忙的话 那我只好一个人做咯 你自己 再见 啊 你以为我是谁啊 呃 不好意思 来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有没有想法我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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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让我找到了 我想在我进门前 状况应该是这样 喂 你出来这儿干嘛呢 快点扫完快点走啊 哦 哦 是 先生 请问 那位是您 哎 这关你屁事啊 快扫吧你 哦 不敢说 那就应该没错咯 哎呃 省看省看 哎 你干嘛 哎呃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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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慧李慧李慧 快醒一下我来救你了 李慧 啊 啊 啊 不是李慧啊 什么李慧啊 我老公呢 老公 哎呀大事不好了 刚才我进来打扫的时候 我看见老公躺在地上 好像是状况了怎样 所以我赶快把你叫醒啊 啊 哎呀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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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帮你救人啊 老公啊 老公啊 哎呦 老公你醒醒啊 哎呀 我妈没找到 还没跑过去找人 我到普通机场了 你们状况如何 还没有找到人 不过我们会尽力找的 那妈把你找找 那就拜托你们 今天快点咯 好像情况越来复杂咯 我们保持联络 我已经没力气可以进了 这辈子还没散过这么多的房间 我现在才知道 这高级饭店里面 住了那么多低级的人 再找几间吧 等他们来了 我们就可以交手了 走啊 叫你们经理来 我们可是付了钱 住你们饭店的 结果因为冷气太冷 害得我感冒躺在床上 这也就算了 可是竟然有 亲戚女工来打我老公 走 这个楼层有没有四个人住的房间啊 四个人 不可能 马路边的全是双人房 那他为什么提了四个便当进去啊 肯定有问题 这有什么问题啊 说不定人家一个人吃两个便当呢 沈家世人不是住了 嗯 这样吧 我跟赵地先进去看一看 如果五分钟没有出来的话 你就报告啊 好 嗯 走 走 你好 打扫房间 五分钟 几时 开始 你们饭店 怎么在客人还在的时候就打扫房间吗 这太没礼貌了 我们下回注意 出去出去 可是月下还没有打扫啊 我们就两个人住 不用请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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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死我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急死我 你说 李慧肯定在医院 赶快打电话报案吧 真的 快走 找到新一番了 快走 一会儿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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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放开 叫你们经理出来 放开 叫经理出来啊 经理 叫经理 我就是这里的经理 你就是经理 那太好了 有人在你的饭店被绑架 你们最好马上放去 大夫说得对 如果事情闹大了的话 你们快吃饱都是走 大夫说得真对 大夫现在就在楼上 你们快去救人啊 大夫说得太对了 对 停 三号已经严重 妨碍了我们房侧的正常休息 大夫出去 哎 哎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要他解释给你听 我等会儿看看 你们能变出什么样的故事来 喂 你好 我姓高 我的确没有办法证明 有人在你们房间里被绑架 但是如果查证属实 而且你又把我把人救出来的话 我愿意付你三万美金 先生 不是钱的问题 那好吧 我尽力而为 我叫Steven 再过几分钟我就找你的饭店了 靠峰 李慧都被绑架了 你还能够那么镇定 我没做什么的 危机处理啊 那不就对了 而且万一李慧如果真的出什么事 那也是他的命 就是姐姐 这不是李慧小姐的房间吗 对对对 哎呀不要 我问你爸说快开门呢 等等清不清 李小姐 李小姐 有人吗 没有 那边有人吗 没有 就是这台车 得开车 得开车 大叔 不好意思 先生借我用一下 不会还你的 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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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不起先生 他接着救人 车子一会儿一定还你 别着急啊 诶 老大 我家伙伴 人家修 两台一样的车 到底你会在哪一台呀 你会在哪一样的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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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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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姐 你的家很危险的 警长 警长 车里有人被绑架了 不 注意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是奇怪了 等了这么久都不见人下来拿手机 我看我们刚才去上去 顺便看看大明星里会什么样子 没看见啊 保镖记着十几人的 怎么上得去啊 干吗 我可肚子又饿了吧 不是 那个张姐不是说咱们住宿舍有门禁吗 糟了 我们得赶快回去要不要十点关门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 喂 你好 你好 我是 我知道 先生 你小姐电话我先封到前台 等一下您下来拿就可以了 不好意思啊 外面记者实在太多 没问题 那我们赶时机要先走了 就这样了 那我知道要怎么跟你联络 你可以留个电话给我吗 留电话 就留宿舍电话吧 快快 快快快快 你怎么宝夜看这件衣服啊 你就是觉得他好看嘛 有没有看看变上的数字啊 五千多啊 我们买不清就是买不错 工作坊那些也没有用了 走吧 走了 走了 我们没有吃到吧 没有 第一天上班就晚了归 到哪儿去了 这是你知道 你知道吗 今天我们就要发现你去啊 我们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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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又撕了 停 虽然炒得像菜市场一样 但是听起来 好像是出了点事 当然有事了 因为今天呢 我们走到一个就跑了 整个就够了 秀秀先说 张姐 我们今天可是发生一件惊天冻地的大事啊 这件事只是一言难尽 但是我会长话短说 今天我在路上捡到了一个手机 难想到这个手机的女主人遭到了绑架 但是出于我们天生的正义感 决定伸出援手 于是乎我们突破了重重难关 克服了层层困难 把个人身子放在了一边 最后把这个女的救了出来 没错 我觉得我们三个就是上台的霹雳娇啊 那件衣服呢 我拿去送洗吧 那个人不是那天都破我衣服的人吗 赔我那件衣服的钱 总共五十六百吧 到底有碗没碗 在我回来之前还没有经历干净 我就报公安 有钱不还 跑过来泡我妞娞 好 求你泡影 你干吗偷摸人家 要朋友要慢慢来的嘛 这位先生像这种狼姓狗妃现实功利的人 你还想跟他合作吗 可是我认得轻轻放开的同学 是真的没有你我的手 记得这里拥有幸福来过 因为最感受那是你的手牵着我 那时候我们勾一勾尽头 说好一起走到最后 今天这双手也算有些忧愁 不敢再看你回忆会着手 怕眼泪提醒我舍不得 到输一秒钟就不能再回头 没有你我的手 相信你的爱谁也能不走 可是我认得轻轻放开的同学 是真的没有你我的手 记得这里拥有幸福来过 因为最感受那是你的手牵着我 没有你我的手 相信我的爱谁也能不走 只要你认得紧紧握着的力量 是真的没有你我的手 记得留下的是幸福被错 因为最感受那是你的手牵着我 那时你的手牵着我 你我接受一个手牵着我 是这难道